哈囉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110年的2月6號星期六 那一到早呢 我們今天要來整理我們老家的一個 呃 這個後院的一個小果園 那小果園裡面呢 有很多的果樹有芒果 有黃金果 也有芭樂 也有樹葡萄 裡面有起一棵樹葡萄 它已經在這個地方已經十幾年了 一二十年了 應該快二十年了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因為最近呢前陣子 寒流一波一波的寒流過來 那把這個葉子呢 打的都掉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的生長狀況 就這一棵樹葡萄 好 這棵樹葡現在已經非常高大 但是那個葉子呢 因為寒流的關係 還有北風的關係 把它全部都打壞了 那又因為今年的這個冬天呢 除了能之外 並沒有帶來雨量 並沒有帶來下雨的一個狀況 所以地表呢非常的乾 非常非常的乾 所以今天呢老媽呢就跟我們呢 要來整理一下幫他整理一下 等一下呢我們會用工具 把地上一些 土壤 幫他翻鬆一下 那在果樹的周圍 我們會幫他下一些 那個鴨子 自己我們自己養鴨子的一個 排椅的一個堆肥 那之後再用灌鈣 再幫他灌水下去 那現在老媽已經開始動作了 那現在這一棵呢是 玉核包荔枝 去年我們這顆玉核包荔枝呢 長得還蠻不錯的 他今年已經又來花了 陸續又來花了 這是玉核包荔枝 不是很大顆啦 但是他每一個枝條都來花了 那等再過一陣子 他花開得更完整一點之後 我們就來梳花 之後我們一樣會在梳花的狀況 會再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看怎麼梳花 現在老媽呢在這個玉核包的這個 底下呢 要做一個 環狀的一個 一個 那個施肥的勾穴 等一下會把那個 那個鴨子的一個堆肥 排椅的堆肥 撕在這邊 然後再把它埋起來 再 在那個 澆水 那這顆芒果 今年花來的比較晚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要吐出花碎了 可是今年的狀況 吐得很慢了 而且好像有點吐不太出來的狀況 可能跟水分也有關係 他在醞釀花芽的時候 是盡量不要給水是沒錯 可是現在已經 花芽已經出來 吐不太出來 我想我們來試試看 等一下我們一樣來跟他做一個灌溉 讓他水分多一點 看有沒有辦法 順利的把花稅 吐得完整一點 這顆是黃金果 已經開過花 但到現在都還沒結過果 這是石森自己種的石森苗 那已經開過花了 好自己做 嫁接的一個 樹葡萄 一樣被北風打得亂七八糟的 尤其這顆樹葡萄 真的很可憐 已經一層一層多了 那個高度已經比一層樓還高了 被他打的葉子全掉了 地上這些乾葉子 其實都可以運用 等一下我們 撕完肥之後 會把他覆蓋在上面 撕完肥之後 塗 塗蓋上去之後 葉子會蓋上去 然後再澆水 他腐爛之後 他就是一個 那個有機質的一個肥料 現在呢 老媽已經將這棵樹葡萄的周圍 已經做一個 比較深的一個 勾穴的一個 一個挖掘了 等一下老媽現在要來 我們的鴨舍 裡面生他沒幾隻鴨齁 不是不是 本來有很多隻啊 但是不是窄的喔 我們沒有吃他的鴨肉 我們是養鴨子 然後讓他生蛋吃鴨蛋 那有些是 跑出去了 就沒回來了 剩下三隻 他裡面還是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 堆積肥在裡面喔 因為他裡面 我們有些一些 融作物的一些殘渣 我們丟進去 讓他去吃 然後讓他去 熬皮啦 那現在呢 用工具 將他拿出來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把他 撕在我們這個 蘇葡萄的周圍 然後再把這個土 覆蓋上去 然後再做一個 那個大量水的灌溉 進來 今年這顆浴盒包應該不錯啦 現在花開這樣子 都有每一個枝 枝條上面 都有已經來花了 到時候我們再做梳花 浴盒包一定要梳花 再次跟各位 強調一下 浴盒包沒有梳花的話 結果率非常的差 好 我們育兒包種了 好幾年了 但是沒幾顆啦 就每個園區 都會有種了一兩顆這樣 哇哇哇 鴨子出來活動 這幾隻鴨子也不是很怕人 我們在這邊 他也都沒有什麼感覺 和平相處 因為他知道我們不會吃他 好 現在老媽呢 把這個鴨子的一個堆肥 幫他做一個 環屍 開溝環屍 開溝環屍 這肥份非常的夠 這個堆積在底下 踩踏已經很久了 充分的發酵過了 鄉下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 一種循環 大致就是這樣子處理 我們 開春了 開春了很多植物 他再來要做一個 新芽 新葉子的發 就是發芽 需要大量的一個 一個肥份 尤其是淡肥 旁邊我們有種 芭樂 這顆是那個 珍珠巴勒 珍珠巴勒 這段期間的珍珠巴勒 非常的甜 為什麼 因為沒有下雨 沒有水分 他甜度都鎖在裡面 沒有被沖淡掉 那另外這顆是帝王巴勒 老哥自己嫁接的帝王巴勒 應該說靠街的 這顆也很好吃 只是這顆現在 樹上的果實不多 好待會呢 我們用這個水管 那會把那個水管 那水把他接到這邊來 待會我們再把他 土壤蓋上去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個 大量的一個澆水 好接下來老媽呢 要把這個土壤幫他做一個覆蓋 通常這種有機肥 有機堆肥 最好是覆蓋起來 因為他遇到 遇到水分 會持續的再有一些 味道的出來 所以如果覆蓋起來 會好一點 而且會比較衛生一點 因為有機肥 他本來就是比較 講 講白一點他就比較 不衛生 會有一些細菌 但是對植物來講 他是非常的營養 我們之後這顆樹芙桃 他後續的開春 現在已經開春了 後續之後的一個生長狀況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包含他的 展新葉出來的時候 新葉發展出來之後 還是他開花 結果的狀況 我們再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顆 蠻大顆的樹芙桃 在這邊一二十年了 十幾年 應該快二十年 樹頭蠻大 比一個人大腿還要大 現在已經我們已經把那個水 把這個引來這邊的齁 充分的讓他 濕透 膠濕透透 太久沒有下雨 整個地面都乾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幫他埋了一些有機堆肥之後 隨即幫他做一個大量水的灌溉 有機堆肥也不要太接近那個樹頭 一樣是在樹的外圍就好了 你太接近樹頭的話 他在發酵的過程中 他也會產生一些很多的熱 對果樹也是會有傷害 雖然這些大部分都發酵過 可是再加上水之後 覆蓋起來 他還是會再發酵 所以我們在施肥的時候注意 不管是有機肥或者是一些化肥都一樣 是要稍微離開他一個 樹的一個中 樹根的中間那邊 最好是環絲 環絲 然後尤其是化肥要薄絲 多次薄絲 如果不是非常專業精準的一個 一個計算的話 像我們這種業餘的 通常都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有些好朋友都會問我們怎麼施肥 那施肥對業餘來講是薄絲 薄絲 避免他一個肥傷 除非你要很專業的去研究他 樹多大幾年的樹 需要多少的量 那我們再去 再去這樣做 不然的話為了樹木的安全 我們還是都薄絲就好了 那這顆樹葡萄大致就是這樣子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再過個兩三個月之後 這顆樹葡萄的狀況會變成怎樣 你看樹葡萄已經很大顆 老媽的身高也不到他的三分之一 阿 OK 這是我們老家後院的一個小果園的一個小小的整理 那我們持續呢要 來做其他的整理 包含芒果,包含芭樂 等等 那邊老媽呢,之前有種了一顆 那個應該叫做 金三角百香果 剛種不久,下次之後再追蹤 那再 分享給各位看 因為之前呢,老媽剛種的時候 我有把影片記錄下來 但是還沒有發布 等它長好一點開花的時候 我們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金三角的百香果 好,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我也要加入這個 整理行列,我們下次再見